您好,东北斯老师 这没过完十五啊,这就年没算过完 这给大家问个好 这现在啊气温回升了 现在就是又到了养狗的好季季 尤其东北,天气越来越暖和了 养狗啊,就好养了 今天呢,受朋友的委托啊 我又来到了这个狗的大型养殖场 它这家是主要是以养猎犬为主 它看乡中它家的小铁莱卡 就来看看这个小铁莱卡能掌握的 怎么喂呀 这个小铁莱卡能有什么用 大狗在这里放的 这长这么大呢,大狗 这是种狗啊,这全是种狗 这是种狗 这是来卡,哦,来卡 各种猎犬为主 来看看狗仔吧 这多长时间了 这些来卡 这些东西回当宠物行吗 对,这些当宠物好养 哈哈,看看这些来卡 这各种来卡 啊,再,这也两个月啊 这边来几个月了 这个狗得三个多月了 这个狗还下的少,一会儿下的狗少 啊,这个狗下的少 所以说这个狗就缺,咱国内很少 这个狗啊 这个狗就没有养了 小铁莱卡 也叫丝毛犬 也叫丝毛犬 他们也有叫芬兰湖一起 抗寒耐热都没事 抗寒,抗寒还耐热 那个狗狗厉不厉害 这些狗都怎么喂 你这,喂 是吧 豆腐都这么狠 啊,来煮一包里面这,喂什么 啊,就喂豆腐啊,煮一包里面 这好好,好喂啊 你喂,你 豆腐都随便吃 啊,豆腐就随便吃 也不用喂那特意喂的 啊,要一样 早上它自己狠这些东西就行了 就晚上喂一遍 啊,对对对 啊,这些狗好养 好养 和人家邓狗养一样啊 好养 这些材全是 啊,这些都得定期需求 啊,对啊 它这个,它这个狗搬非常小 它咬克力非常强 这种狗冬天能奔跑一天一夜 夏天能奔跑一百天 啊,它那里强 世界上都公认的 它叫狗狮毛犬 也叫狗狮 也叫狗狮 小体猎猩犬莱卡 这个都有记载 冰布 就是大雪壳的一般狗跑不了 它在雪上就失去烤 不会炫凉 啊,就是二十多斤一包正常 二十多斤左右 这狗看得起来链啊 实际,你看主人一抱上的样抱 挺老实 还挺温顺的 这里抱着打虫药 吃了 啊,这种狗当虫物悬养不也是吗? 看这么温顺 都是当虫物 所有猎犬哪里去打猎的了 打猎打不了了 当虫物悬养了 对,对,对 这柯娘会要说他也行 行 你现在尤其现在 会抓耗的 还有,他就在好洞都待一天 就在冲 挨个儿狗啊,吃一层 挨个儿胃 这个国外也不多 这种狗 这种狗国外也不多 因为这种狗都在松山里啊 就是外国的猎人手里 随时工厂这么大 也都是养稀缺铁狗 这些猎狗 这些猎狗 猎狗为主 小铁来卡 人家十毛犬 这种狗在国内 国外啊 都非常少 非常稀缺 这都是种犬 这都是种犬 种犬 种犬就六十万条 看,也打这 你看这狗 对人还是非常温顺的 狗大也欺负小狗 对 这种狗还行 对人还挺温顺的 我也说对人 这是养家 胡乱养行 我去国外就找这品种 找好几年了 一般的它不卖给你啊 咱们这吃狗肉 它就不卖给你 它是盼盼回去吃狗肉 这种狗本来就不高三 就是三到五个 就是产产率低 它有点小啊 猎人都在找这种狗 主要是说这些 主要是工作 就是上山 就开始找 找到动物为止 就是不停地在找 它主要是寻找 对 手洗手 刚刚叫开车 就把那钉在那 这熊头都干咬 叫猎猎犬 熊一转身 那刀屁有样的 熊也拍不着呢 它灵活 熊一动它就撤过来了 我不跟你死平 这是狗体一小跑再快 它是训练厂里 这狗天天出来放一放随便跑 它这狗都有芯片 所以说每条狗都能分清 它这血统都能分清 狗场有多少狗都不知道了 寄上不过来 卖狗的下多少 没数过 也没数过 反正狗场狗也多 也数不过来了 但是你每条狗都有记载 都有芯片 都有芯片 狗的血统年龄 打苗的情况 要不然我也分清 基本上两个都一样 它属于红毛 还喜欢这些狗 你看对人吧 真挺温顺的 它不像那个 又咬上了 快来快来快来 这打着把尾巴咬掉了 咬上秃尾巴了 没有尾巴了 你说没有尾巴 你说你多敢看你 这笼子给叼下来 这个尾巴也是 尾巴尖没了 这也咬掉了 尾巴尖没了 打着尾巴咬掉了 你看谁样 有尾巴 你多好看 有尾巴 毛糊的 它这毛挺厚 你看这毛真挺厚 这小狗 抗寒 抗寒 抗寒耐热 刚刚好好看这小狗 发红色 它长得好看 还特意来这抢个镜头 它是红的 一般红的长得就大一些 你看这狗长大呀 这狗也多 它现在就这种狗 它就是蚕仔率低 所以说它的种狗就多 它这个种狗 它有六十多条 现在是开春了 现在马上天气气温回升了 现在得到养狗的好季节 这朋友要想让我帮来看看 那个小吉莱卡 它乡中这种血 我就来帮它看一下 现在这个季节呀 虽说气温回升了 万物复食 但是呢 虚语也滋生 所以说咱们个人家养狗要注意 就是不要往外放了 这个季节狗容易生病 所以说这狗啊 不要随便往外放 像它这倒就没问题了 它就是在自己家院里 没有外放啊 尤其怕吃垃圾 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这个狗场啊 主要是以养各种猎犬为主 这块呢 那个狗场狗多呀 大伙儿选的也多 下次把大家这个 各种猎犬做好 各种猎犬怎么喂养 狗的习性 给大家详细介绍 好 今天就到这 请多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